大部分都市人都會有工作疲勞 或者睡眠不足的情況出現 很多時候都會弄得全身骨痛 但原來除了按摩之外 還有一些方法 有些天然植物提煉出來的成分 可以幫助我們消除疲勞 這種就是木槽 今天很開心 請到Amy上來跟我們講解 木槽是什麼,Amy你好 究竟我想知道,真的很快 木槽是什麼,你告訴我 好,其實木槽是一種 由樹木天然生產出來 它經過燒加熱的過程 它會成為蒸氣 然後培紅的過程將它變成粉末 當這個粉末形成之後 它會發放一種天然軟紅外線功能 天然軟紅外線功能? 對… 在我們身體上有什麼作用? 怎樣運用? 軟紅外線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會發現 我們本身也會有 但某些物質會令我們身體本身的軟紅 會發揮得更好 因為有這個軟紅的刺激 會令我們的心臟功能加強 等於像一個被動的運動一樣 在80年代,美國太空總署 其實研究了這個軟紅功能很久 他們發現一些輪椅上的人 或者是臥床的人 如果增加這種刺激 會令我們自己的健康受益 是否我們照著那些特別的儀器 出來會看到不同顏色 就是軟紅的東西? 其實是,我們有一個臨床研究 裡面說到有一位女士,她53歲 她經過了利用這些木槽的刺激 在幾個小時之後 她的身體有很嚴重的痛症 包括像這位女士的 紅色的布韻,她的頭痛 她的肩膀,她的右手 以及膝蓋都是很不舒服的 經過了這些木槽的外用的軟紅刺激 發現她使用了之後三個半小時 她的身體你現在看到 由紅色變成藍色或青綠色的部分 也是一個很明顯的改善 那些就是好的 是,改善 但要做到哪裡才能治療身體上的毛病 我們很少會覺得它是治療 但這算是一種保健產白 保健產白不是一種醫學的 沒錯,現在這一種 很感謝日本科學家 將這種粉末變成一種外用的產品 通過一個很簡單的膠布 把它貼著這包粉末放在腳底 腳底就可以了? 對,然後可以在晚上睡覺的時候 加速我們本身的血液循環 而提供了這種保健功能 但這個脂肪有沒有人是不能用的? 或是會敏感 或是身體的機能上是不能用的人? 其實最重要的要留意 如果那位朋友本身已經受傷 例如有流血的地方 因為它是一種木醋酸 木醋酸畢竟是一些醋酸 所以是酸,會有一點醃 所以在傷口的地方一定不好用 另外,有什麼特別不適合我們懷孕的婦人 我們盡量叫她不要用 因為不知道它會否影響身體的健康 否則我們說老人家、小孩子 其實也可以用的 因為它是一種很被動的方式保健 如果真的用了,應該用多久 或者會怎樣發現那塊東西不能用? 是這樣的 我們在用之前這個粉包好像粉的茶包 我們稱它為茶包 用後,其實你會看到這幅圖 使用後會因應不同的人 身體的狀況而引起不同顏色的轉變 你會看到有個深色,它好像深啡色 有些是一點青綠色 因為這就是因應我們身體的毒素 以及濕度而影響到顏色的變化 用多久呢? 我們這個粉包其實可以用到七至八小時 剛睡眠的時候就可以做到一種好的排毒 好,很清楚,Amy,你說的 今天很感謝你 想來為我們介紹這個木槽 不過我也有一句 如果真的因為工作疲勞 而令身體上有不息的話 需要看看醫生請教醫生的意見 好了,下一節回來 我們還有精彩的節目 待會再見 明月華的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有些獎品要送給現場觀眾的 沒錯,我們有些獎品送給你們的 就是由友營堂送出來的木槽健脂貼 總值一千一百九十項